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像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思 这多少也让蒋介石有些得意 然而在1936年发生的一件事 却成为了蒋介石一生的耻辱 这件事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初 蒋介石为了逼迫张学良对红军用武 多次电报催促 但张学良迟迟没行动 蒋介石十分气愤 便亲自飞往西安夺展 来到西安后 张学良不但没有听从蒋介石的命令 反而继续进见蒋介石 希望他能停止内战 联合抗日 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张学良眼看进见不成 最终和杨虎城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 武力强行扣押了蒋介石 逼迫他同意连口抗日 蒋介石哪里受到过如此侮辱 他愤怒地对张学良说 你今天犯上所乱 你就不怕今后你的手下会效仿你的榜量 对你也玩这一手吗 张学良听后竟无言以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 张学良就对蒋介石软禁了起来 此时作为张学良手下东北军将领 分成了两派 一个是主张和平营救张学良 一个是通过武力解救张学良 组合派代表人物九余学中 王以哲可作国 主战派代表人物是孙明九 孙明九是张学良的嫡系将领 对张学良可谓忠心耿耿 曾经担任张学良随从参谋和卫队营领长 在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之后 孙明九积极主张武力解救张学良 他和于学中王以哲等人发生了激励的冲突 最终孙明九竟枪杀了王以哲 孙明九的行为引起了东北军其他高级将领的不满 纷纷要求严惩孙明九 孙明九不得不离开东北军 最终的后果就是东北军土崩瓦解 张学良苦心经营多年的东北军 最终以这样的方式 汇出了历史的舞台 刚好验 正了蒋介石当时说的一句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赞订阅